在日本的大约正中央的位置 有一座被称为白山的神圣的山林 我是住在那座山脚下的辽阳树 这里的水清凉干美 我很喜欢这里的村落 在漫长的冬季来临之前 我把孩子们都裹在棉毛里 让他们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那么今天让我来和大家说一说 我的孩子们在每一个季节里收集来的 令我们深爱的故乡白川乡的故事吧 冬天 白川乡被埋在了深深的大雪之中 这是日本国内去之可数的大雪地域 有时候一个晚上甚至会有将近一米的积雪 不过在大雪的层层包裹之下 也保证了屋内的一定温度 这里的人们一直都和大雪 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 屋顶都经过精心设计 能够经得起大雪的沉重积压 因为外观非常像在摩拜神灵佛像时候的河掌之力 所以这种建筑结构被称为河掌造 从第一场雪到冰雪融化 整个村落被IA大雪覆盖的时期长达数月 以前这里是难得能见到人来人往的秘境 河掌造也可以被看作为 是人们和严峻的大自然 共同生存的祈祷的造型 冬季的景色 一成不变地在这里重复上演 和河掌造和村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的风雨碎雨 白川香的春天 来得极为悠闲 来得极为悠闲 温慢 希望这里的春天 永远都能保持如稀的风景 永远都能保持如稀的风景 在一场漫长的等待之后 冰雪终于消融 而水巴椒迫不及待地 一起绽放出了洁白无瑕的花朵 随处可见 花朵盛开 心牙抽零 令人感到处处春意昂然 在白川香 到处都能看到平整过的水田 每年这里都会种上水稻 成为村落里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穿着白色结婚和服的新娘 和穿着和服裤裙的新郎 如果新郎没有对新娘发誓说 我会保证你的幸福 人们就不会让他们 从村落里走过 这是村落里的古老传统 多少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当白山林英大道开通的时候 就意味着夏天来造访白川香了 放眼之处 视线里都是赏心悦目的绿色 到了这个时候 我也开始激活 以便迎接下一个季节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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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吧 在漫长的冬季到来之前 漫山遍野都变成了五彩斑斓的颜色 告诉大家短暂的秋天来临了 我送孩子们出院门的时候 也差不多快到了 村落里开始热闹起来 村落里一共有五个神社 这五个神社联合起来举办灼酒祭 向山神供奉大家自己酿造的灼酒 祈祷五谷风灯和村落的平安 据说这个风俗已经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 灼酒祭中必不可少的灼酒 都是当年冬天酿造的 其独特的酿造方法一直流传至今 不知道今年的味道如何 众多的海内外游客都纷纷目明 前来参加独具降薪的酌酒祭 村里的大妈们也都出来招呼客人 这一天 村子里不分宁火 大家再歌再舞 放怀唱饮 笑声不断 乐融融 犹如一家人 这是一年一度 村子里最为热闹的一天 好了 让我的孩子们出院门去吧 过着棉毛的孩子们 为了让这个村落的故事 能够继续谱写下去 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孩子们都平安上路了 让我也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吧 我还等着孩子们给我带来新故事呢 时光飞逝 几百年以来 这里的界限都一如既往的一次交替 1995年 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认定为世界遗产 在这个具备独特景观的文化村落里 您依旧能够找到 传统生活的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